两名多伦多儿科专家对父母提出警告,如果孩子出现可能和新冠病毒有关的症状,那么哪怕是孩子新冠病毒测试成阴性,也应该把孩子留在家里,因为对儿童进行的测试会产生不准确的结果。 库里科医生是儿科专家和急诊医生,他说如果孩子发烧、流鼻涕、起红疹或者头晕,父母就应该将孩子视为感染新冠病毒对待。 他说他100%肯定测试既不准确也不可靠,尤其是对孩子来说,他认为所有症状都应该被当作感染新冠病毒对待。 库里科说尽管安省允许儿童在症状消失24小时后,如果测试新冠阴性就可以返校,但他认为父母应该把孩子留在家里隔离两周。 库里科有四个正在上学的孩子,他说能理解父母面临的巨大压力,但是如果把有轻微症状的孩子送去学校,就会增加其他人生病的风险。 班纳芝医生是儿科传染病专家,他说因为儿童症状更轻微或者完全没有症状,所以当他们出现任何新症状时,他们应该留在家里至少一周。 班纳芝和库里科两位医生都表示,安省学校的新冠爆发计划过于依赖测试结果,测试经常出现假阴性,从而导致学生把病毒带到学校。 安省劳工厅发言人德丽娜在声明中表示,生父已经通过议案,保护由于新冠病毒不得不留在家里的工人不失去工作,这包括当你照顾由于生病需要隔离的孩子,或者学校关闭不能上学的孩子,或者当你遵循医疗专家的建议留在家里时。 他还指出,联邦政府的190亿元安全重启资金里11亿元用于临时全国病假项目,为那些没有有薪病假的工人们提供10天有薪病假。 安省教育厅发言人克拉克在给CBC的电邮里说,政府的重开计划听取了全国最好医学专家的意见,克拉克表示,安省比其他省份在重开学校上花费的资金更多。 安省实施了积极的口罩政策,聘请了超过1300名监管人,支出了7500万元用于额外清洁和聘请600多名公共卫生护士。 克拉克说,如果出现新证据,安省计划将根据最佳建议做出改动。